華為在早些時候 就開始向華為P30和Mate30等機型測試用戶推送了鴻蒙2.0測試版 用戶收到之後便可報名測試 最終由用戶嘗試了進行刷機 以下視頻中可以看到鴻蒙系統完美匹配用心 在用型鴻蒙系統2.0測試版的手機上 這看起來和之前的安卓系統很相似 那是因為鴻蒙系統用型的也是EMU11 甚至包括開機畫面和層機之間動畫 這和之前的EMU1界面一模一樣 同時也試著通過安卓版的抖音、微信、淘寶等APP 進行了示範、用型流暢無卡動 在此之前相關報導中 我們就了解到EMU11是在 兼容鴻蒙系統和安卓系統情況下開發的 鴻蒙系統同時也向下介入 安卓系統可用型的APP在鴻蒙系統上完美運行 這前後看起來前者安卓與後者鴻蒙並無太大區別 這似乎讓人感到模糊 外觀界面相差無幾 但實質上鴻蒙系統確實包含許多新功能 該操作系統的核心設計思想 是為華為所謂的萬無互聯提供動力 這意味著用戶界面需要適應許多不同的屏幕 這其包括手機、平板電腦、汽車等 EMU11是當前鴻蒙系統最密切恐怖的一部分 一旦鴻蒙系統全面覆蓋華為設備 或許EMU11也是安卓系統上最後的一個大白本 未來華為設備上只能看到的操作系統是 鴻蒙3.0、4.0、5.0 往後也許 EMU在此之前對華為而言有著巨大的功勞 直到現在EMU11作為最後一個版本 它擁有分布式技術 EMU-A還重用了鴻蒙的框架 比如性能、系統調度等等的變化 都繼承了過來 換言之 EMU11和鴻蒙在基本技術上的重用度越來越高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EMU看作是鴻蒙的一次預言 說不定就不會再有EMU12 這也意味著EMU11會是最後一個版本 華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為P50系列首發配備鴻蒙S系統 有消息就指出 EMU-A將不再更新下一版本 而EMU將會是最後一個版本 而今年晚些華為設備都將可以獲得鴻蒙S的更新 華為之前也表示 運行EMU11的手機將會率先升級到鴻蒙S系統 另外 華為鴻蒙系統也不是安卓套娃 更不是安卓系統拷貝 華為軟體總裁王成路曾有表示 鴻蒙系統替代安卓後 2021年將會迎來2-3億的華為設備配備鴻蒙系統 鴻蒙這套系統本身的出現 不是為了應對美國的制裁去做的一個替代系統 鴻蒙系統也不是安卓的拷貝 也不是LS系統的拷貝 它是真正面向 未來智能時代的一個全景操作系統 在未來是需要這樣一個系統把底層充分的打通 鴻蒙邁出了第一步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隨著小米也被列入美國黑名單 這就迫使小米、OPPO、VIO這些企業需要推出備台計劃 確保當美國企業真的中斷合作後 能由操作系統替代安卓系統 然而對於華為之外的手機品牌來說 他們並沒有準備自己的備用操作系統 而僅有華為鴻蒙系統別舉一格 一旦這些手機品牌開始使用 並支持鴻蒙系統 那麼鴻蒙系統有可能形成於 原則LS系統三組鼎立之勢 據調研公司公佈的2020年第四季度數據顯示 僅是華為小米、OPPO、VIO包括他們的主公司 這五家手機企業就合計 佔有全球智能手機47%的市場份額 然而如今 小米的遭遇卻有可能迫使中國手機企業 抱團與華為合作 這將有助於鴻蒙系統迅速發展壯大 同時華為至今也有不少用戶 從此看來 華為鴻蒙系統有很大的發展空間